喝茶及咖啡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日常 具体描述口感及风味却有难度 茶开厂开发出专属台湾特色茶与咖啡的风味轮 让消费者更能沟通及描述自身需求 109年曾推出完整描述台湾特色茶的六大台湾特色茶风味轮后 获得消费市场肯定 这次又再推出2.0版 协助消费者更深入探索与品味茶叶的风味特点 因为这54个风味就可以代表了我们台湾茶90%以上的一个风味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2.0我们就把它简化为 我们消费者可以轻易使用的 而且不用再去找六个轮对应茶叶 我们一个轮就可以使用了六大特色的茶叶 那我们当时我们在做1.0的时候 为了因为我们台湾茶的种类非常多元 所以我们就把台湾茶分成了六大类 分别有台湾绿茶 还有清香型条形包种茶 清香型球形乌龙茶 背香型球形乌龙茶 东方美人茶跟台湾红茶 那对应的呢有10种 那我们的这个文山包种茶 我们这一款茶呢 它就有这个茉莉花的这个味道 那这一款高山茶呢 有这个玉兰花的这个味道 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冻顶乌龙茶 我们的背香型乌龙茶 我们今天选出来是冻顶乌龙茶 那我们这一款茶因为有这个碳焙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木炭的味道 好接下来我们的东方美人茶 除了它最典型的这个蜜香之外 我们今天的这一款茶也有一点凤梨香 那我们的这一个蜜香 我们在红茶我们今天选的是蜜香红茶 所以它除了有蜜香之外呢 我们今天的这一款茶 它有这个柑橘香 今天我们推出的是茶 台湾茶风味轮2.0版 那2.0版是简称是消费者版 它只有一个轮子 但是这个轮子就把我们1.0版的 这个六个风味轮都整合在一起 那我想让消费者不用一次就要带六个轮子 但是从2.0版的这个轮子里面 消费者版的这个部分可以很清楚 而且很简便 即时它在喝茶的时候 就可以了解到它这个茶的 最主要的一个特色香气 跟它的一个滋味 那尤其是我们在这个风味轮2.0版里面 萃取最主要的54个香气成分 还有15个滋味的一个词汇 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描述方式 可以让消费者更容易理解到 他喝这杯茶 甚至于他要采购这个茶类的时候 最主要的一个特色在不在 如果它是属于在我们所规范的 这个主要的一个香气滋味的范围里面 消费者就可以很放心来做一个采购 而且也可以很安心来喝到我们这个茶类 这个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制造 以及相关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过程 那我想这部分对于整个国内市场的推动 会是有所注意 那这部分也希望透过大家的一个推广 让整个茶产业的一个发展能够更顺利 其中为了了解台湾咖啡的风味调性 进一步检视近5年咖啡评件资料 发现相比国外咖啡都为花香风味 台湾咖啡则以水果调较为常见 其次依序为糖香坚果调 好 是的 这一次我们茶几饮料作物改良厂 所推出来的台湾咖啡风味轮是首创的 这虽然是叫首创 可是我们是从5年前开始从全国咖啡竞赛里面 来把这些咖啡的一个样品把它做一个收集 那并且来经过一个统计分析 所以我们在相关的一个分析上面来讲 就会结合国际的一个CQI还有COE的 相关的一个评件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从这个评件的方式里面 来萃取出我们台湾咖啡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色 那从我们台湾咖啡的最主要特色的一个萃取里面 我们发现虽然评审在评分上面会把这个花香调 把它分数会打得比较高 可是我们分析我们台湾咖啡其实在次要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 我们说它的一个相关水果调的部分 其实是占最大的一个比例 占整个百分之三十二的一个评审所青睐的一个分数 所以我们在相关的一个台湾咖啡风味轮的一个解构的部分 虽然我们目前是以这个跟国际接轨的COE跟CQI的一个评件方式来做一个排列顺序 但是我们可以从里面发现消费者如果从看我们台湾咖啡风味轮 我们可以看到最大一块的就是水果调性的这一个描述 那它是我们台湾咖啡最主要的一个特色 那其次是我们的一个坚果以及相关的这些特性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台湾咖啡风味轮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想这个是有助于我们台湾咖啡的一个行销跟推广 因为我们台湾咖啡目前在整个产量上面来讲 占整个国内消费量只有百分之二点五左右 那我想未来台湾咖啡发展的一个市场潜力非常的大 那预估应该有到将近五千到六千公顷的这样子的一个面积产量 那未来怎么样把这个台湾咖啡的一个特色 以及它的主要调性跟国内消费者能够做一个有效的沟通 并且跟进口咖啡可以做一个区隔 有一个差异化 让台湾的本土咖啡更能够凸显它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那不管是在香气或者是滋味上面的一个呈现 都能够有一个市场的一个角色的一个扮演 那我想这部分将会是未来我们咖啡以及饮料做个量场 可以持续协助我们咖啡隆在产业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 茶改厂特别将不同茶类常见的香气及滋味 共通的69个与会 汇集成台湾特色茶风味轮2.0版 如香气描述以消费者使用观点 滋味描述采用简易感官品评方式 详细解析台湾特色茶风味 跟首次以科技技术分离出主要的香气成分 推出茶叶闻香套组 唤醒专属台湾特色茶的品味与体验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谢谢 � Sports 还有 赛线 专属